今天和大家測試的型號就是曼士德 6.8 它的定位是在6.5和6.9之間的中大型7座位SUV 有些人說它是6.5的加長版 因為它有差不多6.5相似的車頭外型 另外它又用了6.5的動存組合 它的軸距比6.5加長了230mm 另外有些人說它是6.9的縮水版 因為它同樣有7座位佈局 還有6.9貼近的豪華設備 但我覺得它是6.5和6.9的混合體 因為它集齊了6.5和6.9的優點於一身 除了7.5的衣服 再加上1.5的衣服 加上1.5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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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頭唇和奔把都是移植至SX-5 唯一不同的就是它的鬼面罩 SX-5的鬼面罩是網狀的 但是這架它是用了橫間式的 跟SX-9是相似的 不過SX-9是雙橫間 而SX-8是單橫間的 它車側的線條設計有來自SX-9 同樣都有黑色的膠邊的沙板 跟著裙腳那裏有一條電道的色條 這個CD柱之家這個窗仔 SX-9是一路斜下來的 但是這架斜到中間就塞進去 形成一個尖角 就將這個運動化的風格突顯出來了 車尾的整體設計都是來自SX-9 同樣有一條貫穿兩邊尾燈的電道邊 車牌的位置都是有一個梯形的設計 而SX-9是掛長牌的 而SX-8是掛方牌 跟著美崩白 SX-9是多些不同的線條 但這架SX-8是比較簡潔一些 所以我覺得SX-8的車尾設計 是SX-9的簡化版 坐到進來車廂了 控制台的整個設計是熟口熟面的 因為是移植至SX-5 無論冷氣出風口的形狀 擺位和電道邊 然後手式箱 中央顯示屏 以及多功能的軚盤 全部都跟SX-5是一樣的 至於波棍台 波棍台就不算是SX-5 就變成SX-9 跟SX-9是很相似的 例如這個Master Connect的控制面板 在中間 跟著音響音量控制鈕 就在左邊 跟著電子拍車的手掣 就在右邊 對上就是這個 Sport Mode的駕駛模式 控制按鈕 8吋的顯示屏 是可以輕觸式 另外可以用這個Master Connect的 控制介面去控制 它還支援Apple CarPlay 可以用Siri的語音功能 控制音樂播放 導航 以及語音通話 還有其他的設備 包括7吋的TFT 彩色儀錶板 還有投射在擋風玻璃的 head-up display 以及發熱的軚盤 而這架是i-plex版本 配備Bose的10喇叭高級音響 這架駕駛席有兩組記憶功能 而前座兩張座椅都有冷暖氣功能 冷氣方面這架是有點特別的 它是一種叫做導流式通風系統的設計 一般的冷風椅是吹冷風出來的 但它是不同的 它是將我們背部和椅背中間的熱氣吸走的 它不是吹風出來的 而是吸的 對於一些不喜歡吹冷氣的人來說 這個設計就相當之有用了 好 坐到後座了 後座的空間其實都很富樂 這架後座可以移前移後 而移到適中的位置 前面的腳位都很富樂 前面的座椅是我剛才駕駛時設定了 現在都有兩三個拳頭這麼多的腳位 另外它前面有一個獨立的冷氣出風口 這個冷氣出風口都附設一些 控制風力、溫度和開關的 完全是後座可以獨立控制到冷氣系統 另外這架座椅都有暖氣的 另外手枕裡面 手枕裡面揭開蓋後 有兩個USB插頭可以充電 廠方說第三排座椅可以 讓身高1.7.0的人坐得舒舒服服的 我沒有1.7.0那麼高 坐下來後座都覺得真正不錯 頗舒服的 首先我的腳掌可以伸進前座椅底 就可以自然一點 另外膝蓋屈曲得不太高 不像坐椅子一樣 兩邊的闊度其實都足夠 頭頂空間我覺得差一點 因為我的頭髮已經打到車頂 天花的位置 第三排的上落方便程度 對於一部7座位的型號來說 都很重要 這架車的第三排操作是怎樣呢 就是在椅背上有一個掣音 然後剛剛就可以推向前 我現在試試上車給大家看 整個過程都是很容易的 OK的 對我來說 這個尾門是電動開關的 好 開了門之後 尾箱如果把第三排座椅打開之後 空間就209L 如果把第三排座椅反低 那載物空間就變成742L 如果連中排都反低 那載物空間就去到1727L 那麼多 而反椅那方面的操作情況就是這樣的 第三排 就是這裡有一個掣 一掣 然後推下去 這樣就搞定了 而反低中排座椅 就要走去中排打開車門 這樣就拉座椅旁邊的掣 拉起它 這樣椅背就自動反低了 來吧 CX8的引擎是Sky Active-G 2.5公升自然吸氣四股 最大馬力輸出是194匹 通直扭力是26.3kg 這副引擎跟SX5是一樣的 擺在SX5上面 之前的7-4XX5就覺得 這副引擎是挺爽的 駕駛起來也挺有活力的 但是把這副引擎放在SX8上 因為SX8的重量 比SX5是重232kg 即是1782kg SX5就是1550kg 我試車之前 可能會有少許擔心 就是以這副引擎 推動SX8 會不會有少許妥協呢 在性能上 但是現在我試了 我的擔心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它的加速力 我覺得是有6.5的差不多八成的表現 以一架7座位的中大型SUV來講 有這樣的加速力 其實已經非常之夠用了 無論你是在市區開開停停 短途加速 又或者是公路上巡航 遇到前面的慢車要突圍超越它 這些情況都可以滿足駕駛者的要求 如果跟它的同級對手比較 同級對手有甚麼型號呢 例如本田的CR-V 以及現代的Santa Vade 本田CR-V的副引擎是1500cc Turbo 最大馬力是193匹 而Santa Vade是2400cc自然吸氣 最大馬力是185匹 在數字上 其實三部車都不相伯仲 都差不多 但在實際上駕駛上來 我就覺得6.8 它的寬容度比較大 甚麼叫寬容度大呢 即是它在不同的轉數下 都能給你一定的表現 在駕駛上來 就會覺得是容易了 在不同的情況下 因為它都能給你一定的加速力 所以我覺得6.8 在性能方面 表現都挺好的 6.8積極的靈活性能表現 我覺得它的波箱也幫到不少 因為現在很多日本型號 都採用了CVT無斷變速的波箱 但這個6.8就沿用扭力轉換器的 傳統六前速波箱 在普通駕駛的情況下 它的表現都相當流暢 而要特為加速 它的反應都頗足夠 另外有一點我覺得它頗聰明 就是以D波行駛 以比較快的車速去處理一些急彎 當我收油踩駕駛在彎前減速的時候 它會幫我拖駛的 將引擎轉數 就維持在大概3,000到4,000轉左右 等我過了彎 出彎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 反應快一點 至於彎的時候 我控制我的油門 它不會很容易跳上高波的 它會知道我是用油門去控制車速 就不是宿有 要在公路慢慢走去一個 比較穩定的車速程航 近年的曼士德SUV 無論是CX5也好 或者是大型的CX9也好 它們都擁有一個相當紮實的底盤 以及前脈花臣 後多年桿的懸掛設定 加上廠方的調校 它們的操控表現 都令到我有幾大驚喜 尤其是CX5 之前我七次CX5的時候 簡直覺得CX5是一輛可以棄的SUV 到這輛CX8 它比CX5重232kg 軸距又長了230mm 它的性能表現如何呢 我覺得在慢渣的時候 有非常紮實的感覺 快駕 雖然因為SUV的懸掛行程 會比較長一點 在彎中 雖然它的傾幅是有的 但在彎中的支撐力 其實都不錯的 不會令你覺得這輛車 會頂不順壓 會很便宜 支撐不住的感覺 我覺得以這輛CX8來說 它的操控表現 是覺得滿意的 之前到香港的那輛CX9 就是一輛很大型的SUV 它的體積之大 在日本或者香港這些東南亞的地區 其實駕駛上來就不太方便 所以日本廠方 另外生產了這輛小小的CX8 它同樣有CX9的豪華設備 而且又有七座位的佈局 如果之前你對於CX9有興趣 但又覺得CX9太大佈 駕駛上來不方便的話 這輛CX8可能就是你的選擇 加上現在代理方面 有一個首批的推廣價 售價是$359,000起 而這輛i Plus版本 豪華一點的就是$368,000起 這個價錢我覺得非常進取 而且也挺吸引的